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之前曾经做切除子宫 和切除一边卵巢的手术 她之前做过切除子宫 还有切除一边卵巢的手术 之后人就开始变得忧郁 之后人就变得非常地忧郁 负面多疑 甚至想过自杀 甚至想过自杀 最后我妈妈患上卵巢癌离开 最后妈妈患上卵巢癌离开 而我在2005年 曾经做过子宫肌瘤切除 而我在2005年 曾经做过子宫肌瘤切除 2009年又再复发 2009年又再复发 当时医生说 其实再做手术 切除肌瘤都会再复发 当时医生说 其实再做手术切除 都会有机会复发 既然再复发 我就决定不再做手术 既然再复发 我就决定不再做手术 直到2020年 我检查身体的时候 直到2020年 我检查身体的时候 我发现 右肾有轻微肾积水 我发现右肾有轻微的肾积水 医生说 应该是肌瘤 窄住影响到肾 医生说 应该是肌瘤的位置 压着肾 医生有建议我 切除子宫 去解决肾脏受压的问题 医生建议我 切除子宫 来解决肾脏受压的问题 当我听到医生的建议的时候 当我听到医生的建议的时候 我简直晴天霹雳 我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不想保我妈妈的后尘 我不想保妈妈的后尘 我选择逃避 我选择逃避 心中存有很多的恐惧 心中有很多的恐惧 今年再回医院 做各项检查的时候 今年再回医院 做各项检查的时候 发现右肾 因为长期受压过度 发现右肾 因为长期受压过度 已经差不多没有功能了 我心里面很担忧 我心里面很担忧 我不想连左肾都没有了 我不想连左肾也失去 所以我决定做子宫切除手术 但是心中又出现了很多的忧虑 因为我爸妈已经翻天家 我弟弟又在台湾 我开始忧虑 我开始忧虑 一旦我做手术 一旦我做手术 家里没有人 出院之后行动不变 出院之后行动不变 谁可以照顾我的起居饮食呢 谁可以照顾我的起居饮食呢 我怎样可以照顾自己呢 我怎样才可以照顾自己呢 我出现了恐慌 我出现了恐慌 和一连串的胡思乱想 还有一连串的胡思乱想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祖长柏奇就介入 祖长柏奇就介入 他帮我和牧师师母 说我的情况 他跟牧师师母说我的情况 我感谢牧师师母的恩典 感谢牧师师母的恩典 他们很快为我安排入住同工宿舍 柏奇也都因为这个机会 可以照顾我 过去我不想改变自己 我不想麻烦人 我不想麻烦别人 更别提说 休养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 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人 还要跟陌生的人相处 其实我是不习惯的 最后我终于做完手术 最后我终于完成了手术 手术后我入住同工宿舍 手术后我入住同工宿舍 同工们为我的祷告 同工们为我祷告 守望和照顾 守望和照顾 使我康复得很快 使我很快就康复了 在我休养期间我发现 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愿意投入关系的一个人 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愿意投入关系的一个人 过往在每一个场景 无论是工作 旧教会 同事 同学 有事工就有关系 有事工就有关系 没有事工就没有关系 没有事工就没有关系 我在人群中就是一个路人甲 独来独往 独来独往 最好不要太投入人群里面 最好不要太投入人群里面 因为我觉得人很烦 因为我觉得人很麻烦 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 我自己一个人就最轻松 但今次入住宿舍 但这次入住宿舍 我发现我自己 不是在路人甲 我发现我不再是一个路人甲 原来我是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原来我是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 很多人去愿意为我 送汤送粥 很多人愿意为我 送汤送粥 为我祷告 关心 问候 为我祷告 关心 问候 甚至跟宿舍里面的同工 甚至跟宿舍里面的同工 短短相处几日 短相处几天 他们就可以将他们的生命故事 跟我分享 当中有难过 有得胜 有感恩 有眼泪 有欢笑 有祷告 有敬拜 这绝对不是一个路人甲的对待 只是我身体的软弱 但天父却让我经历一份的爱 但天父却让我经历一份爱 一份关系 一份连结 和接纳 一份关系 一份连结 和一份接纳 原来跟人连结 跟人建立一份关系 原来跟人连结 跟人建立一份关系 是一条探索的路 是条探索的路 可以激动人心 可以激动人心 很丰富 很感动 很丰富 很感动 我收到牧师师母的心 我收到牧师师母的心 唯有跟人连结 唯有与人连结 生命才可以更丰富 生命才可以更丰富 更不再切割 冰冷 无情 更不再切割 冰冷 无情 我向神祷告 我向神祷告 我悔改 我悔改 我不再孤立自己 我不再孤立自己 我要敞开自己 我要敞开自己 投进和人的关系中 投进跟人的关系中 经历更负色彩的生命力 经历更负色彩的生命力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谢谢耶稣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